健身圈是一个比较奇怪的领域,尽管在这个圈子里,大多数人的身材评分,是远远高于路人的。 但是,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对自己身材的抱怨,却远远比路人要多。 最常见的抱怨有两个,想想你周围健身的人,是不是这个情况,这不是健身他们吹毛球词,他们只是略略的有些完美主义倾向了。 那么,增肌减脂同时进行,双管齐下的策略,就被很多人在使用了。 那么,这种方式是否适合所有健身者吗? 非语,我说说各种适合与不适合的情况吧。 一,如果你的主指目标是减脂,适合,减脂期的朋友,自然是有氧运动作为主角。 这个时候如果用无氧运动作为配菜的话,效果会更佳。 大家都知道,在一个训练日中,如果你同时安排了有氧和无氧的话,自然是先无氧,后有氧。 也就是说,无氧运动会把体内糖分几乎消耗殆尽,再进行有氧减脂的话,会比较早的进入燃脂时间。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减脂策略。 当然,对体能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,但效果真的不错。 二,如果你的主指目标是增肌,不适合,健身新瘦都比较塌心。 希望脂肪消退的同时,肌肉长出来,先请我理解,但是方法要得到。 要知道,有氧运动的关键词是消耗,消耗量大于渗入量的时候,才会有满意效果。 而增肌运动,关键词是渗入,渗入的热量大于消耗的时候,才会有充足的能量不及,使肌肉变发达。 换言之,减肢的同时,会伴随一定程度的肌肉流失,增肌的同时,会伴随一定程度的脂肪增伤。 除非你背后,有好来物比吸引心的深夜健身团队,把你每天的顺入量和训练量精确的大卡,才能做到肌肉竞争,脂肪精减。 对于我们普通人,几乎不能做到,因此,在增肌期的朋友,如果加入了过多的游氧运动,会导致你辛苦练出来的肌肉,一定程度的消耗掉了。 建议你在增肌期,之以力量训练为主,不要太在意脂肪的增长,尝不了太多的。 当肌肉出去规模后,用一到两个月集中刷肌,就是最科学的方法。 三,平台期,看情况分为减肥平台期和增肌平台期两个情况。 减肥平台期的话,度过的最好策略,就是大量的增肌。 当肌肉含量提高了以后,身体的基础代谢瞬间提高,平台期度过就是分分钟的事。 增肌平台期的话,想度过一定不要做油氧,而是要休息,彻底的休息才能给身体的力量提高处备能量。 四,新手期,是和电伸新手的第一个目标,是适应电伸的节奏。 提高体能,这跟刚刚练武的人先扎一年马步一个道理,这个阶段体能提高就是胜利。 至于增加了多少肌肉,减少了多少脂肪,这都是后话,眼前不重要。 因此,刚刚步入健身房的新人,我是建议他们每次训练,可以坚固力量和有氧的。 一般每次训练有10分钟的话,前半段做力量,后半段做油氧。 对心肺功能,力量,反射神经等等,都会有飞跃式的提升,就会对你未来的所有训练打下良好的基础。 同时,还可以尝一点点肌肉,要一点点脂肪,就当是额外附赠的礼物吧。 好了,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,大家在延伸领域,还有感兴趣的话题的话,可以留言给我。 有时间我们一起分享经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气息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